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国际知名大品牌Preda为什么聘请杨子作为品牌彩妆及香水代言人? 杨子勇敢接棒能否逆转颓势? 1月5日,国际时尚巨头Preda宣布,中国著名演员杨子成为其品牌彩妆及香水线的代言人,并同步推广全新的唇膏系列。 杨子作为一位拥有强大市场号召力的明星,已经为国内外17个知名品牌代言。 他的出色表现和影响力为品牌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Preda选择杨子作为代言人,正式看中了他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广泛知名度和庞大的粉丝基础。 作为Preda品牌的彩妆及香水线代言人,杨子将全面参与品牌的各项宣传活动。 品牌方特别推出全新的解构裸唇膏系列新色与香水美妆,并同步发布由杨子演绎的唇膏大片与系列短片。 品牌方表示,演员杨子一直以不被定义之姿态,勾勒内心从容,挑战美之成见。 他舒适,自信,克制的思辨美,解构美,传达美。 作为新生代青年演员的代表。 杨子不被定义,锐意进取的纯粹品格与Preda香水美妆精致前卫,先锋创意和初味玩趣的品牌精神不谋而合。 相信这正是Preda聘请杨子作为品牌彩妆及香水代言人的重要原因。 Preda,这个昔日的时尚巨头,如今似乎陷入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晦气之中。 从风爽的争议,到李一峰和蔡徐坤的接连他房,这个品牌在中国的声誉每况愈下。 尽管李现曾被寄予厚望,但他的表现似乎并未能扭转这一趋势。 如今,杨子作为新近代言人,他的选择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杨子,中国内地当红小花旦,凭借出色的演技和亲民的形象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然而,此次他选择代言Preda,却引来不少网友的质疑和担忧。 不少人认为,杨子此举似乎是在自找麻烦,甚至有对家粉丝幸灾乐祸的预测他即将翻车。 事实上,Preda品牌方在选择代言人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当前的品牌形象问题。 他们在与惠英红老师合作后,选择了杨子作为新的代言人。 杨子作为国民度极高的演员。 路人员一直相当不错,这也是Preda看重他的地方。 同时,品牌方也认为,杨子同兴出道。 演技受到认可,且没有特别实质性的黑料,这将有助于提升品牌的形象。 然而,对于杨子来说,签约Preda并非一事。 在签约之前,他也曾考虑过该品牌当前的口碑问题。 时尚资源相对较虐的他,面对这个难得的机会,也显得有些舍不得放弃。 尽管外界对此举充满质疑,但他还是勇敢地接受了挑战。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里,每一次选择都伴随着风险和机遇。 杨子勇敢地接下了Preda的代言。 他是否能够成功地扭转品牌的颓势? 让我们一起期待杨子在Preda的代言之路上的表现吧。